大家好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親愛的主 求你教導我們 明白你 認清你更多 我們要認清你不喜悅的事 帶來後果是多麼可怕 在Cas67章 很嚴厲地形容一些蝕俗神的人 不依靠神 背棄神的人 稱他們為可憎的大淫婦 主 求你幫助我們懂得分辨性結 何為你喜悅的事 叫我們眼目 不要讓外表華麗吸引的事物引誘 叫我們不要為外表好玩刺激的事物著迷 主 求你特別保守青少年和大學生 因為他們都只是在一個階段 希望嘗試不同的事物 主 求你保守他們懂得分辨 而且定義走在你的心意裏面 我們同心的討告 奉主耶穌基督命祈求 Amen 今天的靈修會讀到啟示錄第十七章 啟示錄第十七章 使徒約翰藉著七換七天使的儀仗 給我們幾個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個提醒 就是原來世上這些邪惡的勢力 與神為敵政權 背後有一些很邪惡黑暗的勢力 這些是屬靈,是我們見不到的 就等于圣经跟我们说 我们所面对的敌人 不是眼睛所见到的 眼睛所见到的敌人并不可怕 真正我们要面对的 是那个我们见不到的黑暗的势力 而那个势力 我们怎样可以胜过呢 就不是靠我们血肉之躯 能够上得到的 一些很勇猛的方法 或者一些strategies 我们必须靠祈祷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敌人 不是见得到的 是见不到的 而第二个 若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 这些政权 无论有多邪恶 怎样抵挡神呢 但它只是暂时存留而已 第十七章第十节 它说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谈到 所以当时浪漫帝国 很多的王 以为自己可以权倾一世 可以破坏基督徒 可以逼迫基督徒 可以完全的消毁 基督的真理 但是最终他们都会谈到 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 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世代 都有一些很邪恶的政权 但圣经说 他们这些政权 只是暂时存留而已 最终他们都是归于尋伦 而第三样 也是最被我们非常之大盼望的 就是到了第十四节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患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照 被选有忠心都必得成 所以这个是约翰给我们最大的盼望 就是原来 主耶稣基督也是羔羊 是必定有一天会胜过这一切 邪恶的政权 连这些被有黑暗的势力 都会胜过 而 站在羔羊主耶稣这一边 就是那些蒙照 他的儿女 做忠心的 那些的门徒 那些的使徒 那些的信徒 最终 我们会是得胜的一方 所以黑暗 会暂时存在 有些的黑暗 我们见到 有些见不到的会更可怕 只能靠着我们祈祷去得成 但最大的盼望在于 我们必须相信 最终 高阳 就是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的 主耶稣基督 是一定会跟他的儿女 打赢这一场的争战 最终 我们会是胜利的一方 让我们怀着这个盼望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依然 可以有这样的动力 成为这个世上的炎 世上的光 希望这段经文 能够带给你一些的鼓励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